大家好 今天买了大块肉 我们做叉烧 肉洗净 先处理一下 里面的筋筋拉拉拿掉 就这样变成一块块小块也没有关系 大块的改刀 那如果你想把它再切成长细条 也可以这样更入味 接下来我们切大把蒜粒 切成碎粒 直接放到肉里 接下来简单调味 现成的叉烧酱 一大勺 一般来说一磅的肉 我会放这样两大勺 两个tablespoon 那如果家里正好有海鲜酱的话 我会各放一大勺 这样味道会更丰满一些 最后肉上撒一点料酒 再一小勺老抽上色 你也可以用红粉 上成红色 两个酱料里也有许多调味料 所以除了刚才我放的那些大蒜啊 料酒啊 酱油外 我不会再放其他的了 最好再用手 小小粒抓捏一下 然后放冰箱冷藏 肉大块 两天朝上 才够入味 那明天的这个时候呢 拿出来再翻个身 这样腌制好的肉 你可以用烤的 烧的 也可以用电饭宝宝 我是喜欢用烧的 烧出来的感觉嫩一点 先用大火 给它煮开 因为现在这个汤汁很稠 所以你要小心 不要太大了 让它焦了 一点水都不需要放 煮开后 它一缓缓 肉里面的水会渗出来的 煮开后 我们给它翻一个身 然后呢 就转小火 给它焖煮个 30分钟这个样子 期间呢 也是要像这样 给它翻一翻 用这样的火后 保持着 嘟嘟嘟 一直冒着小气泡 时间到 我们来看 汁都浓缩了 肉也变酥了 肉也变酥了 我们可以关火带凉 凉确 凉确后 我们切片 这个刀呢 这样放斜一点切 那万一是横丝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切断了 切断了 好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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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